今天新聞線報內幕追蹤一下 歡迎上線的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呂惠銘 我們來看看議員引發的微停之亂 現在引爆了全台灣基層遠景的怒吼 我們又來問 當一個大議員 他對你這麼說了 你要開就開 我再回去講 警察 小小的警察 到底該如何處理 這位警察他選擇了這麼做 他說不用回去講 請你把車子離開就好 請你離開就好 他選擇了這麼做 但是他心裡面還是有點氣憤難平 所以他回去在他的Instagram上 IG就發了一個線動 描述一下這件事情 後來事件持續引爆 徐大議員他說 這個警察一聽到我的名字 就有點興奮 結果就把整件事情搭回去 讓綠軍網友做一條龍式的操作 毀滅他徐大議員的人格 事情可以這樣指控嗎 你向台灣人道歉 你要不要跟這個警察也置一個億呢 他從來沒有劣跡的一個警察 現在還被記了兩個申戒 有道理嗎 所以這引發了基層遠景之怒 同時我們也要帶您來看看 一般遠景開單的時候 罩子如果不放亮一點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後果 再來看看 不光是明代 其實明代的助理 特別是掛上主任這個扛棒 在路上行走 可以多麼的囂張 可以耍怎麼樣的官威 我們等一下有現身說法要告訴您 再來看中國過去的鐵三角 習近平 李克強跟王岐山 之前合作無間共同打貪腐 後來逐漸出現了矛盾 而現在走到中國經濟趨緩的情況之下 我們看到李克強跟習近平 兩個已經出現了矛盾了 而這樣的一個路線之爭 最後會產生什麼結果呢 兩個人的不合會破位使得中國的經濟出現癱瘓 用癱瘓這個字眼當然是有點言之過重 但是我們要帶您來看看歷史的借鏡 過去毛澤東為了打壓鄧小平 曾經採取了七次的暗殺 究竟怎麼回事 我們稍待一會金爆內幕 先來介紹宇賀來賓 首先介紹的是資訊媒體王岐德 回民好 大家好 財經專家先哥 回民好 大家好 再來介紹的是貝易陸軍少將于北辰 回民好 大家好 我們要介紹資深導遊李奇悅 還有介紹的是社會觀察家賀給民 回民好 大家好 好 這個新聞一開始 我們帶您來關心 接下來一個禮拜 台灣在這個疫情的人數當中 可能會出現一個高元期 死亡的人數恐怕呢 一天還有可能會再出現100例 我們該如何面對 來看VCR 小朋友坐在嬰兒車一邊咳一邊喘 聲音就像噎道 不停哭喊要找媽媽 聽了好就行 聲音沙啞 像狗沸聲的咳嗽 感覺呼吸有困難 兩起個案都是確診兒童 出現笑吼症狀的情況 因為喉部阻塞 引起吸氣性的喘民 又稱為急性咽喉氣管炎 除了笑吼 橫紋肌溶解症 也是台灣最常看到的病毒性急性肌炎 是孩童染疫的併發症之一 通常在呼吸道感染發燒緩解之後 間隔三到四天或一個禮拜 開始出現肢體小腿疼痛 四肢無力等症狀 因為每一步踏出去都痛到受不了 如果沒有及時處理補水 導致代謝廢物阻塞在腎臟 就會出現尿液減少或茶色尿液 電解質失衡 嚴重可能引發急性肾衰竭 預防善於治療 關鍵是疫苗 死亡個案一天天衝破新高 即便本土新增76000多例 疫情曲線稍稍下降 但腫重症378例 其中兒童腦炎也在天兩名個案 今天兩名兒童重症 1歲女童在5月25號出現發燒症狀 急診後評估狀況穩定 回家觀察 卻在途中出現全程抽搐 呼吸腫破等症狀 治療發現有輕度腦腫脹 索性在隔天順利恢復 移除呼吸器 另一名6歲男童 5月21號發燒就醫採檢確診 回家後出現食欲 活力減退 過幾天病況轉為嚴重 25號插管治療 好在全力救治病況也有所改善 移除呼吸器 而在死亡個案當中 136人具有慢性病史 沒打疫苗高達102人 也再點出高齡警訊 疫情維持在高原期將近12天 前段時間急診壓力俱增 過去一個月最高的急診就診人次 落在5月16號達到4萬人 在快3陽性等頭確診 新智上路之後明顯舒緩不少 雙北市住院收治也開始反轉下降 疫情不再暴衝 維持在平穩高點 有專家認為約20天到35天 但是新增確診數有機會降到1萬例以下 坐擁一望無際的藍天碧海 後疫情期間拼觀光 挪威郵輪公司普里馬 更退出超狂 百慕達三角之旅 從紐約出發 前往這片充滿神秘色彩的韓域 兩天旅程要價約5.4萬台幣 預計明年3月起航 業者不但承諾 如果船隻消失 將提供全額退費 或於北大西洋的百慕達三角洲 是地球上最神秘地帶 這次航行可能羅盤失靈 或天后海向巨變 相傳發生數百起 飛機及船隻 小石事件被封為魔鬼三角 好 黑夜在最黑暗的時刻 就是黎明即將來臨之時 阿中部長告訴我們 台灣很有可能在6月要放寬邊境 對 沒錯 那麼台灣從一個多月以前 還有兩天 Omicron的疫情是零 是加零 但是沒想到經過一個多月以後 你看一天八九萬 甚至於有可能突破十幾萬 因為最近這個快篩陽性 就等於確診 經過醫生問診以後 所以我們的確診人數 有可能突破到十幾萬等等 那麼衛福部最高估計最壞最壞的狀況 是快接近十五到二十萬 不過目前看起來 緩步上升可能到十到十五萬之間 會再維持可能他這種高原可能要維持兩個禮拜 但預估會在六月中到七月之間 反步往下掉 那麼為什麼呢 這是評估包括南韓香港這些國家 他們的一致的趨勢都是往上衝了以後 衝到一個最高原的以後 反步往下降 但問題就在於 雖然現在百分之九十九點七 還是輕狀跟無症狀 但是死亡人數每天超過一百多人 如果你是家人的話會怎麼辦 可是我們從這個分析裡面可以看得到 那麼大部分都是這個疫苗沒打 或者是沒打完三劑 或是有些慢性病年紀比較大的這個長者 那比較危險一點 現在Omicron在台灣 你想想看一天如果比如說有九萬多個人 八萬多個人確診 表示他不斷的在傳染過程當中 你不戴口罩的結果就會最後造成 那麼居高不下的這個確診率就對了 那除此之外大家最關心的是什麼 像我最關心的 我那天還半夜的時候趁我老婆睡著了 把我的日幣拿出來偷數 為什麼日本宣布 為什麼會有做這個動作呢 這個私房錢要存掉 人家說你怎麼把日幣換了以後 放在那個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離我太太非常近 放在哪個 離我太太非常近 越近他越不會懷疑 你知道嗎 半夜拿起來數的原因是因為日本政府 一邊數一邊笑 真的笑 為什麼 我是在日幣很低的時候換的 你0.23的時候換的 跟你變成0.30 你到日本去花的時候 日幣簡直就是紙張 你知道嗎 花的時候很爽的 可是問題是我們兩個兩年多沒去玩 兩年都沒有去日本 台灣人很喜歡去日本 不管是北海道 我到清景澤的時候 我都覺得回到自己的故鄉 為什麼 我圓圓就聽到一大堆國罵 都是台灣花了三千金 你知道 出國警注重心象 沒有錯 這裡也是台灣人 那裡也是台灣人 都在嚇壞 跟人嚇壞 這個地方到底是日本清景澤 還是台灣 你知道嗎 好久沒有去日本 好久沒出國 6月10號開始 日本宣布 台灣列入 那麼最低度的這個管理 他們本來日本一天 外國人可以進去三千人 後來擴展 擴展到一萬人 現在兩萬人 但是哦 6月10號只准團進團出 因為他這樣控制團體有沒有 那你帶到什麼地方 這個導遊 帶到什麼地方 可是啊 我們台灣還沒有正式開放 所謂觀光團出去 還沒有 那這件事情 我問過這個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這個指揮官 陳時中部長 部長說 那麼我們在6月7月 有關於外國人來台灣 跟我們團進團出的問題 我們考量國際局勢 還有我們國的這個醫療量能 那麼如果局勢發展的不錯 要對於 對我們台灣友善的國家 那麼也非常有可能 6 7月的時候會進行一個調整 所以大家那麼有機會跟我一樣 半夜沒事就趕快把日幣數一數 總有一天我們可以去用日幣 來這個等於說消滅這些日幣 然後來對 去年要不是日本伸出原首一批一批的AZ疫苗來對不對 那台灣人還沒有疫苗可以打呢 那全球現在其實你要自由行的話 已經有57個國家全部開放囉 全部開放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不要什麼 好 其實現在就是在釋放一種溫度啦 馬上國間國間國間之間國門要開放了 日本旅遊還不會這麼快 但是有人發起一個百慕達三角洲之旅 如果你真的不幸消失了 我全額退費 要退給誰 百慕達三角洲之旅 明年三二八要出發 五天的航程 要價一個人將近差不多五萬塊 豪華郵輪上面的滑水道游泳池 什麼都有 然後享受加勒比亞區的陽光沙灘海浪 航行到哪裡 航行到就是最著名的神秘的 百慕達三角洲 其實呢 其實加勒比亞區的恆大一塊 都在百慕達裡面 那這個地方都是惡名召章 從古道京好多那個什麼飛機神秘消失 船舶神秘消失 那他們打出來口號是 如果你參加我的行程 你真的不幸在這個百慕達三角 消失的話 你的旅費我全額退費 那要退休想 都消失了 退給家屬是不是 你招君子去吧 這一次的梗 為什麼說用百姿百退費 是因為二零二零年的十二月二十八號 真的有船 就在百慕達三角洲莫名其妙消失 又消失 這個消失 兩年前 讓他覺得就是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也就是一年都不到兩年前 這個船載了二十個人 他是一個大遊艇 九公尺船 也算是大型的遊艇 那他們呢 是從巴哈馬出發 要開到佛羅里達 也就是在百慕達三角洲的航行區域內 其實這航行不是很遠程 因為九公尺的遊輪也不能夠開太久 突然開一開 怎麼完全沒有信號 衛星信號沒有 無線電波信號沒有出不去 這是他們常發生的情況 那就在這個船消失之後 美國海軍整個收救範圍 達到差不多四萬多平方公里 整整收救了八萬八十四小時 找不到船 到現在這條船憑空消失 沒有任何天候不佳的情況 船不見了 連整個現在是 連一點的殘骸都沒有 到現在都找不到 全世界潛水客 最喜歡第一名的潛水點蘭洞 大蘭洞 其實蘭洞不是只有 意大利蘭洞跟貝爾斯蘭洞不一樣 貝爾斯蘭洞 他是在海面上面 有一個非常深的一個潛洞 那你從這個地方嗎 對 你從那個整個空拍圖下去之後 他那整個非常漂亮 大大的藍寶石般的那種 已經他的深度很深 因為他那個洞的深 海石洞的深度很深 到達深度到四百英尺 所以你高空遠遠看的時候 是非常漂亮的藍寶石藍 然後你在那邊浮潛的話 或潛水 魚也太多了吧 有非常多魚 而且很多鯊魚 非常吃氣給我皮的魚 因為他很深 進去之後也很容易 你會找不到方向 因為你的潛水的很多儀器 跟你的那個船 就是母艦是會斷訓的 那萬一一斷找不到人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注意 可能到最後 人家找不到你 這水清澈到離譜 對 他們當然 當然因為那個地方是非常好的原生態 而且他是在 一般人不容易去 因為他是在那個比較深海區 可是這個地方是全世界潛水客 第一名的潛水點 我記得有一年我也曾經發生過 類似這樣子 就是突然之間整團 我是整團人 我不知道我到底我現在人在哪裡 而且那個是非常離奇的一件事情 這個地方也不遠 就在臺灣 那時候我記得我帶了一團都是年輕人 那大概平均二十幾歲 不到三十歲 都是年輕人 我們去墾丁玩 早年那時候墾丁的大尖山 還可以爬上去 後來現在封山了 不行 那爬的地方很單純 就從墾丁牧場 直直一條路 而且那路很多人走 那個路就已經被人踏出 遠遠看就是一條路 因為人走過的地方都沒操 兩邊都沒有草 就中間一大條都沒有草 光凸凸的 那個就是路 而且原路上原路下 跟你講真的 你連阿公阿嬤沒去過的都不會迷路 就這樣走走走 走到那邊之後 就開始攀岩上山 上山的時候需要一點體力 還要攀爬爬那鐵鏈子 好我們就這樣很順的上去 看完整個非常漂亮風景之後 沿路就再下來 下來之後照理說就一條路 就慢慢我就走走前面 慢慢走走走 奇怪 走著走著 因為那條路我走過很多遍 就走著走越走越怪 怎麼走到一個樹林裡面 原本應該差不多十五分鐘 就可以走出去的路 我這邊繞了快一個鐘頭 你自己方向感擦 你要怪誰啦 對不是 我是整團全部的人到後面 大家都發現導遊迷路了 於是大家都開始在幫忙找路 一個人方向感擦 一團人都擦那也很怪啊 那就趕快跟媽祖說 可能我應該在這邊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走不出去這個樹林 可以幫我怎麼可以幫我走出樹林 如果能夠幫我走出去的話 我一定回去廟裡 好好的給你還願拜拜 拜完之後呢 然後就覺得好像感覺心裡比較安定一點 慢慢找 結果後來找到路了 拜完媽祖 我跟媽祖祈禱完之後 大概在十分鐘左右 有團員說 看到路啊 我跟你講 後來我們出到那個大路之後 才發現原來我們迷路的那一片樹林 離那個主幹道 大概只有五分鐘不到路程 接下來我要跟你講一個更難解釋的 是我們的現在台灣之神秘達人 曾經目睹過整排失蹤 怎麼回事 整個排過了 哇這個一個兵失蹤就不得了了 而且這一個牌是全副武裝 帶著槍帶著彈 如果這整個牌消失 絕對成為當時台灣的頭版頭條 特槍實彈不見的一個牌 這個是情形怎麼發生的 因為其實軍中以前 其實遇到放假 幾乎都不放假 重點戰備 越是三大節日 越要接戰備 本來是一個班 他變成一個牌 就要增加了戰備數量 那麼那一年 我記得就是過年的前夕 農曆春節前夕很冷 那我們的 我們的部隊防區 就在林口跟桃園的交界點 那每天晚上就有一個牌輪班 要走多久 說晚上十點鐘 一直走到天亮六點 我說你走 大概走一個小時 找個碉堡 避風 躲一下 不然弟兄會感冒啊 因為走了會流汗嘛 這是學長的打混之道 就我們老鳥要交代一下菜鳥 不要讓這些菜鳥受苦嘛 他就說得到了 知道了 那就這樣走啊 這個牌不見了 早上大概應該是五點多 他們就會在聯集合場插槍 準備要他們要休 走一個晚上嘛 隔天可以補稅 補稅到中午十二點 這個牌沒有回來 大家就慌了 那就想說 這個牌長最後是跟我講話 最後是跟我講話 他就說你跟他講什麼了 我總不跟他說 我教他摸魚吧 對不對 我說沒有啦 我教他一些夜巡的經驗嘛 交代他一些 哼你講實話 我說沒有啦 我說你遇到碉堡 可以躲一下 哇全聯 閃出去找 那我也去找 因為我是最後跟他接觸的 就帶著我們牌上到去找 找不到 整個山上收片 每個碉堡都是用那個鋼筋 封起來 人根本進不去啊 我當時就說你碉堡旁邊 可以避一下風 風那麼大 找不到 找了一天 一整天二十四小時 從早上五點 找到隔天 早上五點二十小時 找不到 哇那很緊張 那時候營部已經要發布 離營通報了 一個牌消失 營長心想 完蛋了 我不要幹 要投共了 不用幹 這一個牌不見了 消失 最主要是槍也不見了 大家正在緊張之際 你知道嗎 到離營場 看到這一個牌 突然間出現了 全身貪軟 坐在地上 看到我們好像突然 看到活人一樣 那個預官牌 看到我說我終於見到你 我說見到你女朋友 沒有這麼高興 我終於見到人了 我說趕快跟長官回報 長官警報解除 然後私下午就聊 我就問他怎麼回事 那可是已經報憲兵隊了 憲兵隊派個憲調官來查 憲調官說怎麼回事 那我說好 那憲調官就一起聽嘛 聽他到底講怎麼回事 哇這個預官牌長 講出一個驚天之舉 白木達 台灣的白木達 碉堡白木達 他告訴我 他說他學長 我跟你講我那天 你就跟我講嘛 說找個碉堡 我就走了大概到晚上十二點多 我就看到有個碉堡 我就過去 門是開的 我就想說太棒了 帶著全排進 外面很冷啊 晚上林口的風又大 他就躲到碉堡裡面去 手電筒一打開 他說在裡面好溫暖 然後就坐在裡面休息 一進去他們休息 大概全排十六個人 突然間聽到有一個人在講話 就是說 你們竟然沒有報備 那他就心想 我少衛排長 不管怎麼樣 這邊我階級最高啊 還有我報備 他說你哪位 他說我哪位 我是你們的大學長 你知道這個排長 就手電筒一照沒人 整個裡面就只有他們十六個人 你們現場有誰起雞皮疙瘩 對 沒有 沒有第十七個人 不是說我起雞皮疙瘩 對 到底是誰在裡面 他排長說 剛才誰在講話 那每個兵坐下去就睡著 因為兵很厲害 兵入定就睡著 馬上就還有打呼的 那排長說起床起床 不能再待 這裡有這裡有骨罐 你知道 那有的兵說排長 才休息五分鐘而已 我們還沒有睡爽 出去出去 後來發現 他們找到了門 不是他們進來的那個門 是另外一個門 他不管先出去再說 後來一出去 營區就在後面 他就到營區 他就心想不對啊 我剛才走了兩個小時 才走到這裡 怎麼這個門一出去 就是營區 不管了 先逃離這邊再說 這裡面不知道什麼怪物 進了營區以後 這個營區裡面 就回到我們營區啊 他就心裡想 不能到寢室 今天才晚上十二點 回寢室就摸魚 他就先小心的進去看一下 看寢室 大家睡覺有沒有 我們找寢室地方休息一下 一進寢室 寢室沒人 一個人都沒有空的 全寢室都沒有人 他心想 人到大海去了 不管他了 先找個地方休息一下 那個小兵就發現 這不是我們的營區 為什麼 比我們營區乾淨啊 營區雖然很乾淨 那個營區是跟麥當勞一樣 刷得乾乾淨淨 地上一沉不染 所以這個弟兄心想 排長 這不是我們營區 他管他的先休息 累死了 他一個小兵就內急啊 就到廁所去上廁所 移到廁所去 他們突然就發現 廁所發出一個 很奇怪的聲音 吸塵器的聲音 呼開始吸 那個小兵就開始喊救命 全排不能拋棄自己的袍子啊 就去看發生什麼事 一看那個小兵 把廁所門打開 要上廁所 那個門跟吸塵器一樣 把小兵往裡吸 全排把他拖 一直拖 因為我們有穿 那個戰術背帶 就拖著他背後 硬是把他拖出來 拖到門口之後 然後所有地面上 包含這個 他們看到寢室的床啊 床單被子 全部被吸進 那間廁所裡面 這些兵逃出 這個寢室以後 天已經亮了 這個也太噩夢了 逃出寢室 天已經亮了 他們沒有路走啊 再回到那個碉堡 然後這時候 碉堡的門開了 他們出來 跑出來之後 回到連擊二場 就碰到我了 就碰到我了 我就說 他說學長 我們才一個晚上 你們為什麼這麼緊張 大家都去找 我說你們不是一個晚上 你們消失了24小時啊 你們已經消失了24小時 這個憲兵官說 沒錯啊 我就是奉命 奉命來調查 你們全排逃亡 再得了 後來這憲兵官就說 好 那我們到現場去看 我們就到那個碉堡現場 找到那個碉堡 那個門是用鋼筋封起來的 根本打不開啊 可是為了要讓憲兵官知道 這個排長沒說謊 把他撬開 撬開進去之後 哇 不得了 發現一具骨骸 那個骨骸應該很久了 大學長 很久了 很久了 對 後來那個憲兵官 沒有人逃兵啊 也沒有失蹤人口啊 後來回去 開始翻檔案 那是30年前的一個逃兵 不見了 就在林口附近不見了 就找不到 就爆消失 最後他的衣服 衣領有他的名字 找出來是30年前逃兵 躲在那個碉堡裡面 就就就就走了 沒有人發現就封起來 一直封到現在 哇 從那次開示劇時代 留下來的所有的這些碉堡 全部用鋼筋水泥封起來 不准任何人接近 只有一個時候可以開啟 就是戰爭發生 所以我們就給他取個名字 叫做平時封閉 暫時開啟 叫平風 站起碉堡 真的是太神秘了 再來看看 北韓不僅是恢復了 不僅是打敗了COVID-19了 現在還發布一個 極樂披薩店的影片 怎麼回事 他們可以呢 上個禮拜是高元期 這個禮拜 哇 馬上好像整個病毒獲得控制 在我們偉大的金正恩同事 東方的領袖 東方的太陽 金正恩同事的這個領導底下 我們成功戰勝病毒 然後整個發燒病例大幅降低之外 他們的官方粉專就開始出現了一些 大家吃喝玩樂旅遊的影片出來 而且這次出臺影片 那我覺得說 哇好驚豔 居然是美女披薩店都出來了 而且他一看到你 他在幫你煮披薩 披薩那個是很西方的東西 在北韓要看到西方東西很奇怪 而且還邊吃美女做的披薩之外 還有可以欣賞歌舞表演 我仔細看了一下他的歌舞表演 他的歌舞表演呢 穿著是披薩店的制服 可是他唱的還是北韓傳統迎賓歌曲 Kam sa su mi da Kam sa su mi da 為什麼我那麼會唱 因為我也去看過很多遍 Kam sa su mi da Kam sa su mi da 是什麼意思 謝謝嗎 就是謝謝歡迎的意思 Kam sa su mi da 這個他們只是換了衣服 可是歌還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表示他們是標準的歌曲 我在吃韓式的北韓餐廳的時候 也唱這首歌 結果他們現在在披薩店也唱這首歌 可是他們披薩賣多少錢呢 一個披薩大概在兩百多塊台幣 你知道還好啊 不貴啊 可是他知道 他月薪才六百塊台幣啊 所以說我一頓披薩 參加他三分之一月的薪水也很貴 可是想說哎呀 他表示什麼 表示他們抗疫成功 所以他們的醫生服務之好 我們不用 他們不用去醫院排隊 我們要去醫院排隊 所以等量體溫肯看病 他們是服務道府 醫生服務道府 而且他們把所有醫生 這是真的還是一樣版 對 他們其實他們的基礎醫療 真的是做得很好 他們還拿出電子的體溫去量 可是很好玩的是呢 他量頭之外還量喉嚨 他們量法跟我們不太一樣 但是他們是電子體溫劑 也表示他們進步了 國民黨立委糾纏半小時 逼刑事局受理他們的制售 但是警方挑明的說 要辦的是郭彥均 PO文背後的網軍 跟系統性散佈假消息的內容容場 警方鎖定兩條管道 一條是25號當天 只有秒差的轉發散佈 26號則是另一批內容容場 大量散佈訊息 就像這篇推特版主 徐方立貼文 在25號當天 出現和郭彥均 相同的對話截圖 這位號稱 台灣省人權觀察員 使用簡體字發文 就是之前被調查局踢爆 使用韓國電影 造謠疫情失控 連殯儀館連夜燒不停的人 先前帳號就被網友檢舉過 依舊持續造謠 造謠已經與言論自由 有層次落差 一聲直指 很多孩子都走了 這句話造成家長驚恐 更可能影響醫療量能 全民齊心防疫 前線醫護 盡力搶救每條生命 就有網軍趁亂 造謠混淆視聽 對防疫人員來說 無非是嚴重打擊 許巧欣的圍停現場是單行道 畫有綠色行人通道 全線紅線 禁止停車 但是藍營支持者 一度因為台北市資訊網頁 在該處沒顯示紅線 興奮撿到槍 痛批圍停是造謠 趙少康小編的粉絲專頁 康編碎碎念 22號用台北市交通 地理資訊系統 制圖力挺許巧欣 包括立委 葉玉蘭 林一華都來留言 讚美康編太強了 故航許巧欣根本沒有圍停 結果北市府發現網頁疏漏 27號巧巧更新補上紅線 讓留言讚不瞎的人很傻眼 助理他們說後來去查證 他的設計 的確就是沒有這條線 後來當代的確是補上 就是說那個地方是有紅 真相大白後 跳坑鄉挺的人都糗了 雞排妹鄭家純PO文譏諷 發文的人根本是豬隊友誇張的事 前立委顏寬恆在北市更新後 28號還發長文 用錯誤資訊幫槍許巧欣 顏寬恆就自己又跳坑 昨天晚上8點又發一篇文 我就想說其他人都六天前 都跳完了 顏寬恆才跟著跳 就是想說你連跳坑都累了 非常多的來引明代 那蝦體許巧欣 那明代也應該要深自檢討說 我們在面對基層執法的時候 必須要深知自己的權力 所可能影響的狀況 許巧欣為庭爭議 有圖有真相 影片也曝光 同黨隊友熱炒烏龍為憑 慘變場烏龍爆料 臺灣在這個週末很熱鬧的是什麼 信義區爭著粗位的女議員之亂 什麼意思 搶走大家說的聲量當然是許巧欣了 許巧欣他這個週末蠻忙的 又要出來道歉了 又要出來說 你信義分局給我公佈密錄器 我公佈密錄器 這個警員就涉及獨子 這是最後影響這個警員的升遷了 說幾筆 結果這個密錄器公佈之後 到底是誰比較理虧 先說秦鴻線嘛 要被開單嘛 他就衝出來說我是許巧欣嘛 這我是許巧欣 這是我的車 你們不是都先勸導的嗎 警察局是這樣說的啊 為什麼你現在直接開單呢 那弄一弄警察就說 那單子就 證件就還給許巧欣 許巧欣就說 沒關係啊 你要開就開啊 但是呢 你開的話 他說不是說 不是說先勸導嗎 然後呢車站有人什麼 警察就說沒人啊剛剛 不要啊 他是不是馬上下來了嗎 沒關係你開啊 我們再回去講 當他說我們再回去講 他要跟誰講的時候 警察是不是很怕被找麻煩 所以呢警察就說 你不用回去講啊 就請離開就好了 謝謝 好這件事情呢 到現在呢 基層員警是非常的憤怒 整體事件 當許巧欣說 那你開啊 我們再回去講 警察不想惹麻煩 於是叫他把車開走就好了 沒有開單 結果就因為現場執法沒有開單 這位員警被寄了兩支申戒 你說叫基層員警 怎麼能不申請呢 如果他真的執法誤網誤重 真的把紅單開下去了 回去會不會被吃牌頭呢 他不知道嘛 另外一位真出位的女議員之亂 叫做王洪威 我為什麼這麼講 他們兩個是等著費洪泰退休 要選當區立委的啊 怎麼會這個小妹子 許巧欣最近聲量超級高的 那這個王洪威呢 於是也要來這個表現一下 PO出了殺戮 八年最慘 水淹殺戮的照片 就說最近殺戮淹大水 你林靜儀 不好好的關心你的選區 你居然去瑞士參訪 大吃大喝 不關心台中淹水 結果沒想到這張照片 被PO出來之後呢 王洪威PO出來的嘛 卻被發現說 這不是現在的照片 這是八年前的照片 王議員 你要叮人家 也要做點功課啊 瑞德 我覺得許小欣 也犯下一個錯誤 這件事本來不是什麼 天堂堂堂的大事 我們說坦白勒 事實上 你竟然可以讓這個題目 延燒了十幾天啊 那麼在昨天 包括警察局公布了 相關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 密錄器的引帶之後嘛 他也是出來講啊 出來開 出來開記者會 跟其他記者講啊 有一件事 大家又不能接受 是怎麼事 他說有沒有戴口罩那個 如果媒體沒有PO的話 誰知道他沒戴口罩啊 我們在座很多人啊 都被警察領檢過 有誰會 警察請你這個等於說 這個窗戶咬下來 還是請你下車 然後要領檢身份的時候 你就直接跟他講 我是王瑞德 你知道嗎 這兩年多以來 我們戴口罩 還特別把口罩拉下來說 我是王瑞德 不會嘛 為什麼 你講你是許小欣 就是要讓人家知道 你是許小欣之外 還要讓人家知道 你是台北市議員 對不對 最主要是要讓你知道 還說一句話 這是我的車 這是我的車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這是我的車 你知道嗎 這是我的車 我是台北市議員 許小欣嘛 那一位小警察 我講坦白的 站在基層 我跟這些基層 30幾年來跑社會新聞 那是這麼多基層員警 基層員警他無所求啊 我說坦白的啊 基層員警無所求 為什麼 因為我心肝 比較省也可惜而已 你知道嗎 我怎麼省也不可能兩塊一 然後呢 所以基層員警 照理來講 他只要按照公權力 這樣子公私公辦就好了嘛 那他為什麼會 心裡面會心聲畏懼 會害怕 所以不要給你開單 你說那句話 不用回去講 就請離開 因為許小欣說 好沒關係啊 我不缺這九百塊 那我們回去講 你知道嗎 回去跟誰講 對 你要跟誰講 我的天啊 你要跟誰講 重點來了 許小欣那他說 不要回去講 對不對 然後你開了 不然怎麼樣 他說 那我開了更麻煩對不對 開了以後怎麼樣 我問你嘛 那你這個不是 許小欣今天 昨天算昨天就講說 我說回去講 是說要回去查明 天啊 你真的是這個意思嗎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這個意思 他講了一句話說 或許說則無心 聽則有意 天啊 那你為什麼會說說 讓人家聽則有意的 這個事情嘛 這件事情 會讓計程炸鍋的原因 就在這個地方 這個偉大的明代 偉大的市政府官員 拿來罵官區的警察嘛 官區的 官區的主管嘛 主管再來罵這個小警察嘛 對不對 這種事情太多了 所以有一些事項點的呢 呼呼的過了遵守 建民有這個經驗 對 我有認識一個議員辦公室的主任 那當下那一天 我記得我們是先去喬一個事情 然後在那邊喬完以後 後來我就跟他說 那不然我這邊附近有認識 剛好附近有個夜市 我說我們去那邊夜市有沒有 我一個年輕人有在那邊賣玉米 那我說我們去那邊 那一間玉米很出名 所以他說好啊 反正就在附近 那我們就一起去嘛 結果我跟他一人開一台車 當下到了這個夜市之後 我們在那邊找車位 那個夜市附近 確實都沒有車位 那我們繞了一圈以後 他就跟我直接打電話 跟我講說沒關係 我們紅線停一下 應該沒什麼關係 我當下我就跟他講說 這個夜市 我常常來拖車拖得很兇啊 我還這樣跟他講 他說 買啦 沒拖啦 那我跟他剛才說要拖掉 他說這議員的車 議員的車拖掉 我叫他給我拖回來 他當下竟然講這樣子的話 對 但是我是知道說是半開玩笑 因為車子拖去 就不可能再拉回來嘛 我就想說 那應該就是代表不會有事情 所以當下我們就把車 我跟他一人一台 就停在了紅線 那停在紅線 我們就走進去夜市裡面嘛 那走進去很近 應該不用一分鐘啦 我們就拿了玉米有沒有 然後再跟 再買個炸機 前前後後應該不會超過七分鐘 我們走出來以後 惠銘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我們 我跟這個主任 兩人 兩人的車拖掉了 地上我們停車的地方 寫了粉筆字 我們兩台車子被拖走了 我當下我就跟他講說 主任 你是說不會拖 不然你把車子拖回來了 當下我看著他 他看著我 因為他一定是覺得很露氣 他就開始他不知道講什麼 他就手機拿起來 然後他就說我聯絡一下 他就打電話給一個 我就聽他說我看電話 他一個小隊長 但是我是不知道他 打給哪一個單位的小隊長 他就打給他 說我現在人家在哪裡 我車子拖走了 你們這區是誰在扶走了 這不是特權 什麼叫特權 他就問說車子會拖去什麼地方 其實他根本不用打這通電話 因為地上都會有寫電話號碼 拖掉廠的電話號碼 其實打去問就知道了 那但是他就是問 他說哪裡都拖一宿 我要找誰 然後問好了以後 他就再打電話去那個拖掉廠 他說 警方你等一下 我確定叫拖掉廠 拖掉廠的經理 當下我很納悶 拖掉廠怎麼會有經理這個職缺 應該了不起就是站長 那不然就是什麼廠長之類的 他說他們樓下最大的就是經理 他當下就打電話去那個拖掉廠 說你們經理有在的嗎 真的耶 真的 他就直接回答他說你等一下 但是好像當下那個經理不在 是值班最大的在 他就跟他講說什麼事情 他說 我有兩台車在這裡 車身是拖回你們 他說 是啊 拖回了 他說你們聽紅色 他說議員在飛車 你車拖走 你都沒看到議員的停車 他就這樣跟他講 就兇他 他說你去樓下飛車 飛不五分鐘 你車就扭走 他說不好意思 他好像還跟他解釋 說沒有注意看到說 也有議員議會的停車證 這個事情 那後來他就聯絡了 他說麻煩你 麻煩我們兩個啦 一起過去 那當下我跟他在車上的時候 我還跟這個主任講說 那我們去是不是車子可以不用付費 還是說 還是說會直接把車子就直接拉出來 他當下跟我講 他是有說 他說沒關係 要付錢就付錢 看他 看他自己怎麼處理 所以當下我跟他到了 因為拖叫廠就在附近 我跟他到拖叫廠之後 他們那個當下跟他對談 就是值班的那最大就出來 他就跟他講說 祝林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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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們兩個會收拾 你們兩個來車會收拾 我跟這個主任的鑰匙就交給他們 他們就幫我們兩台車開出來 開出來 我心裡就想說 那是不是要去結帳 然後他 我當下問這個主任 他說他沒要收 剩下還付什麼錢 結果當下他們那個值班人 就在門口深深的90度鞠躬 再補充一點 為什麼這位員警說開了我更麻煩 剛才講的 我告訴你 還原真相是怎樣 原警的每一個紅單都有流水號 你開的是不能銷的 你知道嗎 以前可以銷 現在不能銷 現在不能銷 每個都有流水號 所以怎麼辦 我認識一個原警 很照 關生的也很快 你知道嗎 他幫很多這些議員立委在做這個服務 那我就問他說 我說你很照 下次我有什麼事 你也幫幫我服務一下好不好 他說長官 我跟你講 其實我也沒有那麼照了 我說那為什麼可以消單 然後他說我跟你講 脫掉業者是我們合作的 你把車子拖走 是警察局要付他錢 你銷了單子這個錢 誰付 銷單的人付 你知道嗎 你那個罰單不是銷單 誰開了誰付錢 你要讓他銷是不是 誰開了誰付錢 這個警察開了 可能他得自己付這九百 所以這個警察就講說 我不要開了更麻煩 誰會跟薪水過不去 單子是不能銷的 我告訴你 單子一樣出來 只是我幫你繳罰單 我幫你繳脫掉費 你知道嗎 所以說為什麼這些基層員警這麼反彈 就是我們這些長官都沒有肩膀 都是軟骨動物 那為什麼要到爆料公司 到這上面去爆料 因為只有這樣社會才看得到 所以這件事情 讓整個社會為什麼炸鍋 員警心裡想 終於有人知道了 這些惡霸是多麼壞 公權力對抗特權 一大盆滿滿的糯米 粽葉堆如小山高 員工拼手速埋頭包粽趕工 才應付得了即將到來的端午節 冒出白煙熱騰騰 端午節吃粽子 已經是每年必備的儀式感 但今年粽子價格寒漲 我剛剛吃六塊而已 我剛剛吃六塊而已 先本土就要沒錢 穿糕跟豬肉 那個糕很貴 警政員盤點四家賣場 四大超商統計發現 今年粽子有高達七成三上漲 關鍵就在於 粽子裡頭必備的靈魂餡料 炒到鹹香的豬肉塊 5月25號豬肉批發市場 價格每公斤85元 端午節預估價格上揚 每公斤漲到90元 與去年同期價格相同 養豬各方面所有的成本都上漲 所以其實85塊 對養豬腦來講 也是成本而已 還賺不到錢 那預期註價 理論上還會再漲 批發市場的價格 維持在每百公斤 大概8500塊 也是在我們設定的綠燈區 這樣的一個水準 粽子主要成分是糯米 成績眾說 糯米數量供應充足 而花生價格也算穩定 豬肉受到原物料波動影響 才會微幅調整 不過預估價格 都還在綠燈範圍內 你不要抵抵 你還坐在這裡 你不要抵抵 為了插隊起爭執 看看排隊站位的 用的是磚頭 一整排大大小小不同 旁邊還有人拿廣告紙 捲成一捲 一口氣放了幾個 還有排隊站位 各種格式出動 這是在高雄前鎮區 議員發放端午愛心物資 其實早在前一天 議員就在他小港區服務處 發物資 環保局看到一堆人卡位 把橋面都站滿 還有大大小小的石頭 影響通行通通掃掉 我把橋面都扣掉了 拿石頭 拿廢鐵 出動各種 你想不到的東西站位 為的是這個 粽子沙拉油往袋子塞 往前再拿面線 還有酸痛貼布 再來一大包三公斤的米 中午前發送愛心物資 一口氣五千份 出動號碼牌 有人早早來卡位 有人前一天就拿石頭站位 這奇景引發話題 但影響用路人 下場就是通通掃掉 重新染過 來看一下吃端午 端午可以平民吃粽子 大家都要感恩 因為現在買粽子也餅比較貴 對 蕙明 你剛才今年最貴的粽子多少 鮑魚的兩千一顆 然後河紐的一顆是一千六 粽子配河紐剛才對味 不知道 我覺得一定不好吃 河紐就算一算吃就好 我覺得不好吃 因為河紐你吃兩塊就太油了 對不對 那你包在粽子裡面 整包咬就不是都油 煮一個 但是不過你如果能夠吃一口的話 至少代表自己的身分 但我們今天說的不是這個 我們今天說的是普羅大眾 百分之九十五的人 我告訴你 你的錢都被偷走了 被誰 被通膨怪獸 一刻一刻把你加起來 今年所有的漲 我們的農委會 開始從四大超市 還有一個四大賣場 去做一個調查 有百分之七十三 都已經漲了 我們附近有一個那種 人在賣素心湯 尖在賣肉質 那種的都是什麼 都是一個工業工廠來的 今年一粒三五 今年四十五 七十塊 你剛才十塊是多少 十塊是三十八 對 三十八 但這麼低嘛 十塊不是 感覺是一個銅板 是三十八 但是沒辦法 但是你農委會說沒有 今年的燭米沒蓋 對不對 蓋在豬肉 現在豬肉一公斤 如果我們台灣的豬肉 差不多一公斤 差不多八十四塊多 如果賣口的七十九塊 我差差不多六塊 豬肉有蓋 另外其實 減少兩塊蓋了 減少兩塊蓋了 就是我們那些香菇 那些所有的金糕 都可以每行都蓋 當然你看 你如果是炸豬油 豬油也蓋 你如果沒有炸豬油 每行都蓋 所以其實我告訴你 這次已經動不了了 在那裡以外 蓋了 為什麼說 印度經驗 六月切 開始關鍵藤的出口 印度的湯 它一年 本來它的出口很少 但今年只有關鍵藤的一千萬斤 這關鍵藤的湯都蓋起來 好像湯最近蓋差不多九% 我前禮拜去超市 去買一個 最愛吃過期的冰棒 冰棒一套 裡面七十九塊 四季嘛 七十九塊 你看前禮拜去多少 一百零五 七十九塊一百零五 三十三% 另外 我們牛小排 我都去買兩片這樣 一塊可以加 就差不多四五塊 我跟我們太太一個人 一塊這樣 本來一百九十八 至一百九十五 因為有時候也上下了 前禮拜去 兩百九十八 起一百塊 起五十八 你數字這年 好你吃東西 很難嗎 不 就蓋起來洗水就好了 我們本來 出四塊跟出五塊 不然出五塊 不是啦 真的都蓋起來 真的打不住了 這次印度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印度所有的東西 他們都要吃 要淋甜 所以說 它湯 湯下去 我跟你講差很多 另外這次發言 印度不是只有這樣 它在整個月 喊這個小麥出口 你知道小麥 對印度多少 三%而已 我特別要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 這次已經出現到 那個所謂的 超級的糧食危機 這個糧食危機 每次開始 都來 包括印尼 印尼罕見 中鋁油進口 我覺得我現在吃胖一點 不然遇到糧食危機 沒得吃怎麼辦 你就自辦 三個三個 萬年不然吃 先要有一點油消耗 印尼競圓 中鋁油進出口 馬來西亞最近 金子三百六十萬 一隻的鋁油出口 剛才我跟妳說 泰國外南 對 泰國外南 會美愛 那個金子出口 剛才我們現在所有的小麥 存十週 全世界存十週的庫存而已 這十禮拜 如果沒新的出來 俄羅斯那如果沒出來 那個烏克蘭那如果沒出來 我跟你講真的會斷貨 我們來看俄烏大戰的最新進展 將軍 大家可以看到 這張圖 其實這張圖其實已經有改變 很多人說這張圖 我們看過很多次了 就是之前的時候 在兩個月前 這個地方都是紅的 那現在只剩下這裡是紅的 對 那很想 俄羅斯很想 那讓哪裡變紅 讓這一塊 讓這一塊整個變紅 就是頓巴斯地區 那麼目前來講 再講到第二個企圖 這一塊 盧干斯克 剩下這一點點 還沒有佔領 所以俄羅斯非常想 把這一塊先吃掉盧干斯克 再吃掉頓巴斯 這是俄羅斯目前的企圖 那麼目前烏克蘭想法 打算怎麼打呢 他不要打快 這樣打太快 如果說之前打得太快 深入這個地方 差點被包圍 所以烏克蘭就退出來了 那麼這個時候 烏克蘭的戰略 已經開始在做改變 布丁一開始從二月二十四號 就本來要一個廣面多元 一次把烏克蘭打垮 後來做不到 他開始小口吃 那小口吃 從三月到現在也做不到 他現在變成怎麼樣 要打從佔領的方式 改成欠滅方式 我要打欠滅戰 什麼叫欠滅戰呢 叫做寸草不生 一條生命都不留 這個這個事情 什麼方法做得到 溫壓彈 就是炸彈之父 俄羅斯有一款炸彈 那個炸彈有多大 四十四點四公噸 剛好四四四 那多少呢 四千四百四十公斤 那這個炸彈 他可能對這個概念 沒有概念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一發步槍彈 多少火藥 你知道嗎 四公克 一發步槍彈 四公克 我們看那個標槍飛彈 好厲害喔 可以把俄羅斯戰車打到開罐